看看这位粉丝 都塞进磨了 才200多W的存款 而且连一把金枪都没 别说鸡蛋了 好像连妹扣都没 嗨 溜一套也就采取价 这没有妹扣 辐射器就不太好拿下 只能先用狗杂来 整个300多发泡光 应该就够了 行了 不多一遍 走不起 这把服务点还行 离地铁口比较近 所以直接去开箱就行了 一篮俩粉 还行 第二个箱子就出了张黑卡 第三个蓝图 第四个小黑子 这把的箱子看起来行 那就趁热打铁 直接开黑门 咱一有金砖 就直接存保险箱 嗨 讨帅了 第一个一黑一蓝 就看着第二个了 这个还行 相当于大半个金砖了 刚才打狗子打的 子弹都用完了 被弹就还25发了 外面来人了 先把刚才开的东西藏到这里 待会直接出去找人拿点子弹 咦 咋被动点了 人家 听见枪声呢 哇 有个被打猫眼了 他肯定要去铁包 上 大惨你这个老六 哪里跑 nice 子弹刚好用的差不多了 这个老六头和甲全掉 最惨的还是这个桥上的小虎 箱子还没开呢 就被溜了 两把改妹全掉 碗底还有金条 蓝图有武装 啊 家伙 这个小子保险箱存的又大货呀 这些东西我就先替你收下来 再把剩下的箱子都开一下 nice 最后一个又出一金一蓝 现在估值已经4.3M了 倒计时不到五分钟了 溜了溜了 这一路我总感觉忘了点傻 到反馈点才响起来 他们呀不对 刚才采用的六七十W 走的时候忘记拿了 哎 本来这把能赚四百多W 才带回来三百六十W 超帅的 再来一把 哦 好宅的复活点 虽然离地铁口很近 但是可以先去黑市瞅一下 我屌 五图的黑市就没肥过 还是去辅射区吧 第一个有张蓝图 然后剩下的几个 基本都是粉光 哎 看来这把的辅射区不大型 开了好多箱子了 连金都没出 蓝图就才两张 算了 剩下的等会再开 先跟着等会人 也差不多该来人了 怎么 有个人从后面上来了 上 去看看掉啥了 哇 金色传输 哇塞 金光 不得不说 地铁救赎这个颜色 自己好看 看看是啥 嘿 六头啊 还不如甲和强 继续等人 啊 哦 嗯 来活了 大餐 再两个火过去 哎呀 被烧不止了 填棒去 先顺便开个箱子 呀 这一道金光就是不一样 开始转运了 爆力都高了 不但有金铁 还有蓝胖子 哇 蓝图一张 小黑子一个 是比刚才爆力高一点了 剩下的就强靠着黑门了 先给它磕几个 咱就不想杀金砖了 抽筋就行 实在不想就用小梦十年单身话 炸 你别笑 注意到计时 我要卡在十五分开门 三 二 一 开 先看看这第一个 来 油筋 再来一个这样就行 我叫 这双马未带回去的 不就转回来了吗 嘿嘿嘿 炸 又出一个独眼媚控 果然啊 用小梦单身换的暴力就是高 这把估值4.1M 粉光比较多 小转320W 目前它的存款已经八倍多W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